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在天主教墳墳里面有很多东西看的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看呢?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看呢?不如看下章吧 首先你进入到天主教墳墳 又或者新教墳墳也好 你会有很多的共同的元素 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是差不多 都是分裂了出来的教派 但是在两边的墳墳 你都会看到左手边的东西 就是 你看到左手边的是什么? 一个石碑? 一个吸形的石碑 上面呢? 石柱 石柱跟着石柱是什么? 石柱它是断了是不是? 是的 就是在天主教墳墳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一枝这样的柱 然后是断开的 原来这个是在西式墳墳里面 很经常用的一个装饰 不是一个墓碑 或者是纪念碑 不是以外断 是真的可以这样做的? 是真的整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断的意思其实是代表英年早逝 是 又或者是早逝的一个意思 而在天主教也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听到想完这样的演绎 就是这条柱虽然在在世的时候断了 但是其实它另一半 是你无形的一个连接 就是连接在天堂上面 是 所以这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那你会在 无论是香港墳墳 或者是天主教墳墳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这些断肢 就是这些断肢 是在里面 作为一些墓碑的装饰 挺喜欢这个说法 是的 就是它断肢的另一半 其实是在这里 只是接着天堂的 是的 在延伸上天线上面 是很正的 所以说很好看 你进去一点都不怕 你当然不会半夜三更进去 因为它都锁了门 但是你早上 就是怀着一个尊敬的 当然是怀着一个尊敬的态度 去了解 或者去学习的一个态度去看 是很平和的 你进去 你会看到很多这些 甚至乎右手边的天使 那天使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里面的一些墓碑的装饰 天使是代表生命 亦是代表神的天堂的意思 而大家看到右手边的天使 是一个很特别的雕像 因为它的雕像 雕塑得很细致 虽然你看到黑色一片片片 因为它侵蚀得很厉害 因为在那个墓的主人 就是一个意大利驻北京的领史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官 他是1896年离世 那你想想 数一下手指都成百年了 而这个大使死了之后 就葬了在香港 而它这个天使像 这个天使像 是在意大利订造过来的 哇 也就是一百多年前 1896年 是啊 在意大利运过雕像过来 那你想想这个是多么细节 而且在那个雕 即是在旁边的那个纪念碑的顶上 上面是有那个大使的样子在 是 他是雕刻了自己的样子 不是他雕刻的 是他后人雕刻了他的样子 就放在上面 那这个也是 我们看一些雕塑 你都觉得 即是如果你喜欢一些艺术 又或者雕塑 的一些装饰 的话 你进去看是看到很多的 好 再下一张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看的 就是 大家会见到很多 这些 当然会见到十字架 这个当然是天主教的符号 而另外呢 你会见到一样特别的东西 见不见到左手边 除了一个十字架之外 左手边 张图的左手边 有一个十字架之外 还有一个鞏 在这里 还有一个船鞏 那是黑黑的十字架 不是 黑黑的十字架 对 最左手边 对 这个十字架上面 有一个船鞏 在这里 很多墓碑上面 都有船鞏 那你说 这些船鞏 是不是因为它是水手呢 不是 不会 那不是水手 是什么意思呢 我估计是 他 是外国来到香港 而在香港死了 不是 这个是跟天主教信仰有关的 咦 是什么呢 这个是解坚定的信念 哦 一个anchor 是的 就是anchor了他在这里 那他的信念 就会很坚定的意思 那所以呢 你进去会有很多这些 一些符号 甚至乎呢 你看到中间 那个十字架上面 有个天使仔 站在那里哭 那这个也是一个sorrow的意思 那而 但是右手边呢 再在那个天使仔 旁边 右手边一点 有另外一个天使 是望着天的 是 后一点 小一点 是的 望着天的天使 又代表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代表渴望 又或者代表望 就是一个hope 又或者一个view的意思 那这些都是有不同的意思 在不同的墓碑里面 所以不只是一块石头 放在那里 那么简单 那个anchor很有意思 是的 稍后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下一张 下一张就特别了 这个呢 先讲一下这个棺 那观众朋友呢 刚才在checkroom上面 都有提到 就说 喂 在这些坟墙里面 有很多石棺 是 是 是 正所谓入土为安 对不对 那你应该将那个的尸体 和那个的棺木呢 是放在那个地下 那里面才行 土地六尺之下 是的 但是为什么会 那么多这些石棺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叫做 Leonardo de Amelda El Castro 我不懂贈力 Castro Castro这个意思呢 其实是 这是一个葡萄牙名 是 他是当时 在香港的时机 他是在香港葡萄牙人里面 是担任香港政府最高的一个职涵的 他当时是政务司署的秘书长 就是一个高官 但是为什么他那个墓 是一个高起了的一个石棺呢 为什么整个石棺 会摆在地面呢 原来我想告诉大家 在天主教坟墙 甚至乎新教坟墙也好 有很多石棺是摆在地面的 这个是比较高的 是 有些是矮一点的 甚至乎你回去之前那张 看看之前那张 你都可以在那张 那个的 你看到这些 下面呢 十字架下面那些 全部都凸起了 在地面上凸起了 是的 是不是 那个意思就是 他的坟墓 即是他的棺材 是一半上一半下 是的 甚至乎 下一张 就是我们看回这一张 他的棺材是摆在地面 是 为什么呢 原来是有意思的 这个呢 也是我这次去才知道 这个意思是特别的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了 天主就相信人死了之后 那个灵魂呢 那个灵魂呢 那个灵魂在尸体里面 等待 这个末日的时候 这个审判 嗯 就看上天堂 还是落地獄 是吧 那就是说呢 他一直都要在那棺材里面等的 是啊 是啊 而相信呢 这个为什么会放在地面呢 就是说 当如果末日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最快 在那棺材里走了出来 看到耶稣 或者看到天主的意思 啊 末日的一刻 他们可以快点爬出来 是啊 他们不用在泥里面 或者地底爬出来 他们可以在一个棺材里面 就这样打开一个棺材里走出来 所以呢 这个呢 譬如如果你去到耶路撒冷 你去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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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那些墓 全部个个都放在地面 那他们呢 就希望一打开一个棺材 就已经见到耶稣基督 那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特点 也是一个特色来的 再下一张 那你会见到这个墓的主人的生出年份 你看看 哇 1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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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R.I.P. 大家计一下 百多年的历史 百多年的历史 一个古墓 里面的个墓都是过八年的 不是 有很多是过八年的 但是当然有些是现代少少 可能去到二十世纪 再下一张 好了 我们又看看一些特别的 这个呢 刚才我们都大概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角落 直接在厕所门口的一个墓碑 但是它 特别的地方呢 Kerry说 冲出来快点 那在这个墓碑里面 有个特别的装置 就是有三个人物在那里 那这三个人物呢 其实是象征着天主教的信仰里面 三个的德行 就是最重要的德行 那第一个呢 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 左手边的那个 就是这个挠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挠就是代表坚定 那接着它望向天上面 就是望 那这个是天主教三德 就是三个德行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望德 那其实我们经常都听过 一个叫信望爱 三样东西 咦 好似的 是吗 信望爱 这三样东西是天主教的三德来的 而这三个公仔呢 就是代表这三样东西的 是 中间那个就是信 因为它拿着十字架 就是信仰的意思 而左手边拿着anchor 就是坚定 从来望着天 就是这个望 而右手边 就是旁边那个呢 拖着个小孩 就是爱的意思 是 那这个就是信望爱 三个元素 在这个交易上